作曲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 成 人火世上 真口气 一腔热血 即回平 干八了 古今多少世 英雄莫闻 莫闻出生 莫闻出生 冰天里的 男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清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 无万人 无万人 乔家人 人 打 死我了 人有忠孝之意 受了反哺之情 可是现在 竟然有人逼着恩爱夫妻彼此边际 这是军法呢 还是家法 这样的人配有义父之尊吗 配做义军的大帅 你是谁 定元李善长 好 我听说过你 朱元璋被我军令暗勾奸细 我这是军法家法奸细 属在下直言 大帅这是气冲斗牛鬼迷心窍 军法家法装悟 大帅不但不应该责备朱元璋 而应该感谢他才是 放字 天性 你 你什么意思呀 敢问大帅 你看过朱元璋给孙德牙那纸书信了吗 什么书信 请问大帅 那位 还有 你也是 有些人 有些人 你去家 很大帅 就是大帅您的安全保证 他甚至比在豪州城 更让孙德牙大汗 如果没他们 大帅 您能脱身到这里吗 还有 如果朱元璋奉命带兵回到豪州 那将会怎样呢 芭城会加剧势态 卷入一军的内战 大帅 您难道真的想灭掉孙德牙 把他的部下们杀得一干二净 为四个称亡 而将博州城陷入一片血海吗 您难道真的愿意做那种 连援军都朝思梦想 却做不到的事吗 在下觉得 大帅内心里 其实也想天下一军一家亲 并不愿意和孙德牙所拼 只是不愿意被孙德牙灭掉而已 而这一点 朱元璋他为你做到了 朱元璋 我问你 你我之间究竟谁是大帅 当然 是义父您了 可我轻而听到 你的士兵在撑你为大帅 副帅 那都是他们信口胡说的 元璋万万不改 那你还遵从我的军令吗 副帅的军令 元璋 没有不从的 好 我宣布 除阳所有兵马 一律归我所掌握 解除你所有的职务 将位不足 在堂外听令 遵 遵命 两万多兵马呀 咱们流血拼命大半年 好不容易攒些的 一扎眼成了他人嫁衣 这郭大帅也欺人太胜了 上尉啊 我担心的是 今天给我你的权位 未必事情就能结束了 说不定明天后天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有啥事 除掉你 不会 郭总行对咱永恩 心里有情 我肯定他不会 哎 哎 我肯定他不会 他郭子清虽然不会 那郭天逊那个王八蛋 就不会了吗 他早就把你看着眼中病 肉中刺了 再说 这边天地是你打下来的 你即使离开了帅位 弟兄们仍然是听你的 你的威望 仍然比姓郭的高 他们父子俩 对你能放心吗 那你说咱该咋办 造反 把兵马躲回 自己做大帅 不 绝不 要不 离开郭子清 带着兵马出去 另外开屁天地 也不行 兄弟们 为人在世 最重要的就是忠义 我朱元璋 宁肯让郭子清 把咱脑袋给砍了 也不能背叛他 他是咱义父 没有他 哪有咱的今天呢 再说了 如果现在 咱们弃他而去 那不就证明了 咱朱元璋 心怀不轨吗 重八 你是个好人 真的 玩都生下来了 才知道他爹是好人 咱是好人 郭子清也是好人 妹子 拿酒来 咱们 咱们跟兄弟们好好喝顿酒 对对对 喝酒 那李先生咱没跟着一块来 是是是 他呀 他呀 被郭子清醒去了 他现在是郭大帅的做上课 现在和大帅喝酒呢 子清是个粗人 那天在气头上 如果不是先生当众喝棒 我几乎就要失态了 谢谢先生啊 大帅当是英雄 擅长区区一介书生 岂感冒 哎 在先生面前 咱名人不说暗话 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 朱岩璋 是个义众如山的汉子 他不会叛我 我把朱岩璋点为氏族 其实也是为了磨练他 让他闷心自问痛定思痛 日后方能成大气 不错 这不仅是大帅的一片苦心 也是大帅的用人之道 大帅或许想借机看看 朱岩璋在逆境中如何表现 看看他究竟是忠义之子 还是奸化之徒 假如他忠诚如旧 大帅从此就可以放心了 假如他受不得委屈 竟敢被主谋反 大帅 大帅 则必有另一番手段 先生 您真是动若观火 明察秋好啊 子兴万分敬佩啊 擅长冒昧言之 得罪 得罪啊 子兴不才 斗胆 请先生入目 任子兴军师 不知先生 能否委屈相助啊 擅长已经答应 相助朱元璋了 可朱元璋只是我父亲的一个意思啊 先生在他帐下 岂不辱没了先生啊 况且 现在朱元璋可是一无所有了 而先生却有惊天伟地之彩啊 您只有在我副帅帐下 那才可以尽情发挥啊 李先生 我父亲刚才说的那些话 可都是肺腑之言哪 他可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些 足见对您的重视啊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我父亲的一片心意啊 先生如果不气 从今往后 我郭部上下所有兵马 皆与先生共掌 我不内外所有事物皆听凭先生才断 承蒙大帅后害 擅长愿孝 全马之劳 多谢先生 这两万兵马要一旦返回侯之城 孙大牙肯定会望而生威 这两万兵马要一旦返回侯之城 天心啊 找你先行一步返回浩州 首帅府扩展营地 以为不得扎营 遵命 夫帅 还有还有一个建议 这次回浩州城啊 不要带朱元璋回去 让他再令几个人在外面闯荡呗 兴许还能攒起一支队伍 不 这回朱元璋和我们一块回去 夫帅 您这是带回去一个麻烦呢 我跟你说明白了 这些人马是朱元璋在下的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他还给他 天旭拜见孙怀王 你又想求我什么事啊 请怀王帮我杀掉朱元璋 别绕了 直接了当说吧 为何叫我杀掉朱元璋 我早就看清楚了 我父亲绝对不会立我为帅 他早晚会将大权交给朱元璋 不除掉他 我就永无出头之日 怀王若能助我 那就是天大的恩情 天旭毕竟闲草为报 郭兄弟 起来说话 我可不是你的杀手 你叫我做这整事 你能慌我什么 刚才我说了 千金相谢 准确地说 是两千两黄金 你哪有这么多黄金 这儿是没有 可是除阳有啊 整个安徽的付税都放在除阳啊 而除阳 早都落到我们手里了 你知不知道 不得了 你不得了 这些啊 你知不知道 那你多要爱 你知不知道 他也在这些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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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郭泽兴肯定会报复 我父亲怎么会知道是你下的手呢 你不会让手下的兄弟 该穿援兵的衣服吗 外人哪 清理 九印四号 朱元璋 在 跟我走 元璋 心里头怨恨义父了吧 咱一开始是有些怨气 总觉得自己很冤枉 不过现在想通了 一点怨气都没了 真的 真的没有了 元璋的一切都是副帅给的 既然副帅可以给咱 也可以随时收回去 作为儿子 如果对父亲有怨恨的话 还有什么出息呢 说得好 元璋啊 古人云天将将大任与私人也 亦先苦其心志 劳其金骨 是 你要相信副帅 你今天所失去的一切 日后 我一定会加倍地偿还给你 副帅 元璋的命都是您给的 谈不上什么还不还呢 我的事啊 元璋啊 我准备后日全军返回豪州 回豪州 那初阳怎么办 暂时放弃 集中全部兵马于豪州 因为上次援军攻打豪州败北之后 又急兵前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统一应敌 向中国援军返回豪州 让我们将军返回去 ready 将军返回豪州 代表 �章 行为此 港警 我还有件事想问问你啊 你是想跟着我一块返回豪中呢 还是想离开我 带些弟兄令图发展呢 元璋 遵从副帅号令 好好 元璋啊 还是和义父 一块返回豪中吧 是 说实话 有你在我身边 义父无惧天下 后天上午 找你押运良响自重 和天徐一起先行返回 遵命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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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伤了朱元璋的心呢 义父不光伤了他的心 也伤了我的心 有道是 有道是 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啊 义父 我想禀告义父一声 无论您怎样对待崇霸 他都不会背叛您 更不会弃您而去 为何 为何呀 因为他觉得 他的一切都是义父您给的 没有义父您就没有他的今天 还有 崇霸一直觉得 人生在世 忠义是根本 无中无义的事 他宁死不为 我知道了 女儿还有一句话 也想禀告您 请您听了不要生气 你说 朱元璋虽然是您的义子 可他比天婿哥对您更亲 儿子是天给的 无论善恶都不能改变 可义子是您自己定的 是先有义 后有子 我明白 我明白 这个 放到那边去 来 来 来 咱们放到那边 好 来 上尉 上尉 来 过来点 来 这边 这边 啥事 上尉 你真的要放弃初阳 不是咱要放弃 是副帅要放弃 我和徐大商量了 我们可不愿意 再调进豪州那个 是非窝里去 知道了 就连你们 也要离开咱 弃咱而去 上尉 我求你了 带我们一块儿走吧 一块儿离开郭子卿 另辟天机 还像上回一样 我们肯定会成功的 兄弟 义父 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狭隘 相信吧 他将来 肯定会给咱一个功劳的 再说 援军 马上要开始进军了 如果咱们这时候 分道扬镳的话 很有可能 被援军给消灭了 回去告诉徐大 千万不要离开大队 就算大哥求你们了 上尉 这郭天旭 跟你一块儿押运 是 怎么又是他 你的话 咱心里明白 甭说了 李擅长呢 他呀 白天和大帅坐而愣道 晚上和大帅抵足而眠 好的就像一对夫妻似的 早就把你这个倒霉的家伙忘了 也别怪他 现在咱是一物所有 他投校大帅 也是应当的 这叫投校 他这是摇身一变 弃暗投明了 甭说了 这件事 咱们永远甭抵他 不许是 大帅 两个人 你不许是 把你的章杀 好 那你 你不许是 每个人都得 都得了 你不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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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啊 咱们俩之间的不和啊 还是兄弟之间的局语 到了关键时刻 咱们还是会生死与共的 元璋也正希望如此啊 到豪州之后啊 哥哥请你喝酒 咱们兄弟俩啊 尽速取职一醉方休 好啊 之后咱们重新开始 成为真正的兄弟 好吗 好啊 天快暗了 哥哥到我后面巡视一下 兄弟啊 你在前面慢些走啊 遵命 那一刻呀 我欢喜我快乐 我甚至有些感激他 我是多么盼望着和他 能够成为真正的兄弟啊 但是我后来明白了 每当这种人 说出天下最甜蜜的话语时 也就是最可怕的时候到了 okus 如果 看见了 我 我 在一圈里吗 我 我 找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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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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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袁杖兄弟 就回了 副红帅 副红帅 天军 怎么回事 副红帅 我和周恩章压着银车两响 刚刚进入三道湾 就陷入歹人的伏击圈了 孩儿死战突围 这得侥幸脱身哪 是谁射的伏击 那些人虽然穿着援军的衣服 可是孩儿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孙德阳 对 就是他 什么 怎么得音车良响 全被孙德阳给接走了 好 你个孙德阳 真敢杀如此黑手 我和郭某绝绕不了他 奇怪啊 郭将军此行前天才决定下来 极为秘密 他孙德压怎么会知道 李先生 难道您还不明白吗 咱们当中出了内奸了 谁 还能有谁啊 初元璋 快进湾的时候 我就起了戒心了 下令展厅前进 我命周元璋 请湾打探情况 可是这王帮他回来说 说湾里边太平无事 哪想到车队刚刚进湾 孙德压的伏兵就冲上来了 副帅啊 周元璋被你夺了兵权 他心怀不满 他暗住构结孙德压啊 他想知火没死的 快 快 快给他疗伤 先生 此事你怎么看呢 公子所言 一时也难以降场 但眼下我们更为紧迫的是 元庭大军已经距此不远了 可是我们却拖略了城池 牵不着豪州 后不着楚阳 两万多弟兄落在这荒郊野地里 则很容易被元庭的骑兵所击溃 现在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亲自挂帅 抢在元兵到来之前 突击孙德压 拿下豪州阵 算是他孙德压 肯定是有所防备的 多少年来 我都是刀下留情 如果是血拼 他孙德压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再说了 那豪州城本身就是我的地盘 那里的一草一木一间一乡 我闭着眼都没得到 此事也必要选择 战着胜 败着王啊 六虎 末将在 把老五营的弟兄们都快带上来 孙兵 走 轻点 我跟你说啊 进城以后 只要见到孙德压立即放箭射死 绝对不能留祸口 一口气都不能留下 是 冯帅 如果大人不准呢 听着 不管他准与不准 都要射杀孙德压 你应该要为我办成这件事的话 赏您两万 败将封口 知道吗 遵命 第二个 监ł 还是这组地牢 我已经是铁二次进来了 我就嫌 legendary carre 郭阳刚 跟我走 东宝 东宝 上回你送给我三千兰粮食 我还没向你道谢呢 没想到这回 又送我两千两黄金 你谢郭天旭吧 我不会感谢他的 因为他是个王八蛋 是个狼心狗肺之徒 我要是他爹 早把他千刀万剐了 郭子兴这呆子 怎么养出这么个杂种 他都不知道 郭天旭早就是我的人了 我明白了 郭天旭这个叛逆 全是因为要争夺帅位 不错 你才傻的傻瓜 也该明白了 关键是什么时候明白 你现在才明白 不是有点晚了吗 动手吧 我是不会杀你的 你们父子三个呀 郭天旭是个王八蛋 郭子兴只能算是半个英雄 你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园长兄弟啊 跟着我干嘛 我孙德阳啊 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啊 不会搞什么阴谋诡计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和你煞血为盟 结成义姓的兄弟啊 我封你为豪州城的主帅 和我同长全城的兄弟 你看啊 咱们现在是要金银 有金银啊 要兵马 有兵马 咱俩要是联手 一定能够打遍天下 推翻圆庭 光复大宋的河山啊 到那时候 咱们可以建立自个的朝廷啊 多谢孙大哥的情谊 但我是郭子兴的部下 我不会背叛我的义父的 你说什么 孙大哥 我们都是义军啊 何为义军呢 就要义字当头 我宁愿让你一刀把我砍了 我也不会背叛郭帅 先把他押上去 先把他押上去 是 主席 主席 等我请来 别惊动小船 主席 没关系 我俩没什么好 没有什么主席罢手 不太可能 孙德牙既然夺了我的良想 就会料到我必然换金 或许 他还以为我们在出养 脱骚 我会答应 反正不敢他 冲你去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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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姓郭党 事情你闹到这个地步 你我必须决于生死 是不是 孙兄明白就好 你我之间的恩怨 应该由你我两个人单独了断 不必让弟兄们跟着流血 郭兄以为如何 副帅不要畅当 孙德牙已经是勿中之逼了 副帅不要与他交手 看来国家父子没有一个好东西 不敢与本王决斗 孙德牙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我今天把话撂在这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 好 咱俩一对一 决意生死 我要是败了 我不得所有兵马 还有这座好处城 全部归你 哼 别忘了 还得加上你结局的因者 不错 那些金银是在我这 不过 那是你儿子送给我的 他呀 是个双面间两头蛇 国兄 你要是不服气的话 就凭本事来决呀 都给我退下 副帅 这 我和姓孙的 无论谁胜谁败 你们都不准跟我动手 大帅 咱俩 出去呢 都退下 看我与锅子兴 决于生死 黎先生 揣军 取代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放水 放水 我來 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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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了 走 放箭 快放箭 射死孙子呀 公子 大帅这个孙子呀正常存 我已经进入射拼了这 天保 你先由我作用 放箭 快放箭 随便 小人 安静生日 放开呀 醒过的 再来呀 咱们还没完呢 小人 你已经不行了 放箭天气 我可以饶你不死 放屁 你上来 爷爷批你八八 放 放 放 郭子星 咱们大帅又是一个伤长两短 我就批了这小子 好小子 原来你还活着 副帅 我求你们别再动了 什么 你怕死了 我怕 我不怕死 不管是怎样死法 反正这样死不值得 副帅 我们义军要死 就死在战场上 不能死在自己兄弟的刀枪之下 难道非要这样打 才痛快吗 两个 甭犯了 听说 谁也活过去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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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大帅 援军到了 天哪 放箭 快放箭 公仔 这这 这 放箭 快 是谁啊 出远章 为 为何要是去 是他 他是内奸 不能让他活着 快 放 姓孙的 你我的恩怨 待战后了结 现在咱们先上城抗敌吧 不 你想怎么着 你跟我出城 你跟我出城迎敌 咱俩的恩怨 都搁到战场上了结 老师 你敢死坏 怎么样 郭兄还是胆怯了 也就赶紧杀出城镜 看看咱们谁英雄 好 咱们这对生死冤家 联手杀敌 不胜不归 联手杀敌 不胜不归 不可 两位大帅 万万不可一气用事 援军兵夺 还是守城妥大 你懂个屁 谁兵谁夺 却是远道而来 朕可以打他 触不及防 郭兄 放手杀敌 走 走 我要 你 毅 快 不要 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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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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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